华阴经里面 讲修极有三 修行到顶点 到极处 有三种 第一个大悲到极处 其实这三种极 都是我们自信的本能 是我们自信的居住 不是从外来的 迷失自信的时候 这个信量越来越小 小到什么程度 小到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 这种人很多 最明显的代表就是自杀 那好好的人为什么自杀了 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 才走这个路啊 现在自杀的年龄 居然到小学生 常常听到 小学生自杀了 老人自杀 还情有可运 人老了 住在老人院里 孤苦伶仃 物质生活 虽然有人照顾 精神生活 完全没有 也就是中国古人 所讲的 坐吃等死 他的心情都苦闷 他才走这个路 他认为 生不如死 他不晓得 死是真相 死了更苦 所以过去七十年代 英国汤恩米波斯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修说 跟大乘佛法 这个人有智慧 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非常复杂 这么多复杂问题里头 去找头绪 那根在哪里 你有的找到 根就在养老 与优 这两种事情做好了 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 真的 养老与优 是中国人的特长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 但是今天的 中国人的养老与优 中国人也把它丢掉了 没有了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还有 我这个年龄还看到 什么时候 十岁左右的时候 看到 大概十六七岁以后 就没有了 中国传统的家 没有了 大家听 我生长在农村 我们农村里头有个大户人家 是大家听 我记得 他们兄弟一共十个人 没有分家 生活在一起 这一个村庄 他先往 往 往个村 那一个村庄 就是一家人 我小时候念四叔 就是他们的家序 我父亲的姐姐 家在那边 我的姑妈 我的姑父 是他们十兄弟里面 牢记我记不得了 不是最大的 也不是最小的 那个时候 这个家庭 上下 差不多还有两百多人 家里头有 子弟学校 就是四叔 子弟学校 在祠堂里面 祠堂是养老的活动中心 也是小朋友的学校 小朋友下课 就会跟老人在一起玩 所以老人有天冷之落 到退休的年龄 不工作了 回老家 叫落叶归根 归根上什么 养老 中国人一生 最幸福的是老年 老年快乐 儿生漫堂 你这一子 这个我这一家晚辈的时候 都是自己亲属 给小朋友讲故事 都是讲他自己一生的经历 真实不是假的 传说给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在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从老人经验当中 体会到 世俗里面的先生 家庭人 没有一个不空间的 居住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上几个村庄周围 几个村庄 有了纠纷出了事情 不找警察 那个时候没有警察 乡下没警察 找师叔先生来评理 听他一开导 就化解了 我没听到 好 我没听到 我没听到 我没听到